對早期原始生命而言 那大自然的災害 會帶來無比的禍患 所以為了解決這些禍患 他們開始祭拜 以大自然為主的一些生靈 你可曾想過 在台灣這座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島上 除了小吃美食 濃濃的人情味之外 還是一座百年歷史的民俗博物館 彩繪都有含義 有點覆 早期的時候 一些歷史的事情 還是事物 一些事情 跟人的生活很重要的一些關係 而在西方的信仰裡 也有著同樣的方式 保存著藝術 紀錄著文化 這些台灣數一數二的古蹟 不只有現場層面 也有滿滿的教育藝術氣息 人都會覺得我們都很渺小 我們還是需要上天的幫助 那我覺得在教堂裡面 我有一種感應 有一個什麼樣的力量 在關心我 在照顧我 在幫助我 當你手握這張入場卷的同時 有一項民俗文化 絕對非看不可 神仁合一 民俗藝術家 沒適合 沒適合 金蕉王 准夷先生 怎麼樣 你是在做什麼 你做王宏不夠了 現在用這個抓做嗎 沒有啦 你也知道啊 我主持已經有大時間了 對不對 我不能夠 只能夠主持的花 我只有一劑之長不夠啦 我在想喔 我找個二劑 三劑 四劑 這樣可以花比較久了 四劑 現在都改科大了 還在四劑 是說你要學吃的喔 不如你去學做道書 道書 你說 都給我們阿山 兩劑 那我沒效 這樣學比較多啦 不猜你寶寶成人大做那麼久 你不知道我們道書 要獲得的東西有多少喔 而且我有一個朋友 不然這樣喔 他就真是多才多藝 多才多藝 有很多東西 很多喔 我帶你去找他 拜訪一下 好 這你就放了 找自己定位啦 上來 聽大包 跟道書說得這麼厲害 十八半無價 雄雄精通 要不然媽媽小姐們啦 如果說 你的男朋友 才是另外一半的工作 是當中 你敢可以接受 那就謝謝再聯絡吧 一半一半 我 好像沒辦法接受 別人我是不曉得 那如果是以我 老實講 因為我也已經結婚了 那就是愛到 比較參世的時候 基本上不要坐姦犯科 倒是 很好啊 那不是坐姦犯科 這 為什麼不行 這 為什麼不行 來 天哥 到這裡 阿楊哥 我帶香蕉來 嗨 阿楊哥 果然是你喔 是啊 我想說他要帶我去見大人物 欸 楊哥 我知道你是道長 但是有什麼你的多才多藝行 三一命符香 和歸門爬下者 請問 這什麼意思 這雜雞什麼意思 這是我們道士 在這個學藝的過程中間 非常重要的 十行的這個東西 十行 另類的十項全能喔 對 我們說道士啊 在這個十年 不一定栽培出一個好道士 但是三年可以培養出一個狀元人 哦 你就知道說 這道士的含用跟內含 要學多少名 你剛才說的十項是 九十項 三就是關山 這個水流的部分 看風水 是 一就是十到九一 在這個一術一理 理學上面我們都必須要著目 命的話就是論命 人的話呢 道教都認為說 上天賦予我們的生命力 是 那我們的生命來自這個命當中的八個字 叫做八字 那你怎麼樣論這個人的吉凶 跟他的禍斧 就從這個命中來去 批這個十年的孕 還有他的這個起承轉口 論命問題 那三一命 譜 那譜是什麼 三譜 三譜就論吉凶嘛 這事情會做的 才是不會做的 大吉小吉 沒有錯 那象呢就是觀天象 光榮面象 面象 那手象也算嗎 手象也算啊 手象也算 那另外五項呢 五項就是 威 威就是拉 旋 管旋 笨 笨就是唸納 打就是鼓點 啊象 象就是我在沙摩扁的象 跟圍斗 做的就是我們教室的這個 正常的部分 喔 科技的部分 是 因為通常我們所知道的就是 只有你十項裡面 其中一樣而已 是 就是科技而已 是 原來你還要有那麼多 那些基本上是國音素 物理化學 音樂科 打工都要跟 心理諮商師 對… 要做導師這麼難啊 沒有 工業科 商業科啊 全部很可愛 有心就這麼重要 你把這些東西 融入在你的生活裡面 那你自然而然就學得很愉快 相信喔 我們寶島神很大的觀眾啊 對導師 都有一定聽到的了解 在這個佛道高普及的台灣 國中科技 廟會 外公都能看到 導師的信仰 也沒有人 叫他們最細工啦 不過 自個以來 導師跟同樣是 身體很嚴重的 博師 身符 讓這些世界上閉起來 都讓人一種 比較興奮的感覺 在社會地位 也比較沒受到尊重 比起在社交流的工作 對…這也很奇怪耶 要有這麼多東西 在社會地位 怎麼會差這麼多呢 聽南國說 想要了解導師這個行業 就要跟他 在社會男手的美鳥 開始說起囉 這裡 要再來 介紹南國的另外一個請貨 就是第二片拍來玩 年輕 導師跟第一美鳥 無得手的南國 就是他囉 平安大哥 我看你書法鞋子很漂亮 你是鞋子 不知道要怎麼鞋子 為什麼要花在蛋上面 傳統的鞋蛋呢 那種在中國的 常民信仰裡面 台灣人有說是 鞋煞鎮鞋的那個體位 鞋兩片鞋 對 鞋刷 是 鞋刷意思 所以我們就會取它的那個鞋音 是 那用鞋蛋 其實重點是鞋蛋也比較大顆 所以寫出來的字也會比較漂亮 從最基本的36顆到108顆 到360顆 360顆鞋蛋 我們足獻的獻港赴美宮 在民國85年一直到現在 歷經了聽說26年的 這一次的教典其實蠻慎重的 乾就顧啊 那以示意慎重呢 那廟方特別呢 要求我呢 希望能夠做一個新竹的 一個米龍的創這個紀錄 那我們這一次呢 最主要以這個6千斤為基本點 6千斤 6千斤為 600斤就想說有沒有聽錯 對… 但是可能我們會突破 應該看今天的這個平方數啊 應該會突破7千斤左右 你說什麼 是 我想說準備是要發平什麼的 不是喔 不是… 哇 全部都是要做米龍的 對 廟方非常用心 是喔 我們說安靈安靈 取諧音就對了 對 不管是儲貼安靈 是說這個廟有公明 在這裡是說我們迎來安靈的藝術 婦媒公呢 這一次呢 它的這個管轄當中呢 有53莊 所以我們在這個筹劃的當中呢 為了要讓這個53莊 都能夠圓滿順利 平安和協 那就以這樣子的主題性呢 來把這個米龍加大做大 聽南國說 這個新竹的旧名叫做碟漲 自從漢林來到這裡以後 在這裡建了一座碟漲 那在淡水 萬格大中堂 也就是一片山椒地的時候 碟漲車可以說是 北台灣最重要的 政治經濟中心 碟漲港 就是當初的時候 對大陸最重要的艱口 當時一個蕭泰富三夫鳳梨 對鳳准來到漲港這個地方 由在地的仙人發現 鄉章章起來 它在當初漲港的麵頭旁 那就是我們現在 富美宮的遺跌了 廟墳為了會合當初的歷史的團成 鳳凰宮也雲飛來自的這顆的鳳酒 也可以說是新竹 直戰百年來的頭一次 難怪這廟墳會吃頂 重視這次的活動 六千斤的美容要不開始 臨時又加一千斤下去 今集的大包 你們兩個比較加油的 嘿 我們來 謝謝 但是有什麼 瓜董那邊煎好了 賺很多耶 我們剛才有說 一定六千斤了嘛 六千斤現在 為了酒店的順利更緩緩 我們再加一千斤 七千斤 再加一千斤 再加一千 是 喔 千斤重擔 我們來扛 是 來 讓神明開心 辛苦你們兩位 不會…來… 我們這個喊吵好了 你把兩包好嗎 我待會兒要想到 你什麼傲少人 來 我來… 王爺的伯父 王爺的伯父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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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拿了 來… 兩包可以… 來… 有呀… 阿姨 來… 王爺幫你保備 有… 有… 不動就說不動了 對… 我們人要知道說 你走得快 你不要走得慢… 你不要走得慢 其實這全部都是人工廠翻過來 對啊 真的… 你看… 還要放車 放車… 來… 阿妹的安靜 人就沒開了 你這樣 你不要開槓了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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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可以看出一個人的個性 對啊 寶哥很浩強 這個米蘭牛丁 比較細膽的頂多 準備了7千斤的米 要來給南國製作 這次王爺的米粱呢 用紅棚做炸 用米做餅 就一次機會 而且 是完全沒有小炒 跟設計度 要超高就不用啦 堅持要一氣好勝 我看這位南國 不是對自己的工夫 才會有把握 就是這個豆子的性格 卻不太方便了 拿出的米 跟拿出的女子一樣 要收起來 定來也沒那麼簡單 好… 好… 我知道了 現在的尾超高的 是 直接定位 再來呢 直接定位 然後我們就往上拉了 金翔 你看 南套長 直接用桶子 就代替毛筆的功能了 是啊 這個也要有藝術的天分 真的就是這樣 對啊 其實 S型對不對 是的 我來跟我們兩個 在這裡很定位 對… 李山莉大筆喉撒下去 其實它沒有那麼拘膩在 那一定要什麼角度 因為蕭虎王爺呢 是代表在最古傳統裡面呢 一人之下 萬人之上的 非常高崇位的蕭太夫 所以呢 我們以這個 九個千圈為主 是 然後讓這一隻龍的 整個雛形架構 還有它的地位呢 能夠提升上來 那像道長 每一個人的手工 工法都不一樣的話 每一隻米龍也長得不一樣 沒有錯 如果我們會因為主神是 這個前道還是崑道的關係 那我們會給它不一樣的 一個米龍的概念 米龍的生命力也都呈現不一樣 你們看到說它的龍形 這個龍身慢慢 因為我到了 它慢慢茁壯變大 然後形成一個山狀 對 那這個山狀就跟我們的傳統的 地理的這個風水架構 猶如這個 山脈的地方 山脈 對 因為你說這邊的王爺啊 是 是 所以說龍嘛 也是皇帝級的是用五爪 沒有錯 這邊的話是四爪囉 沒有 因為廟方的話呢 在最樓頂有供奉的玉皇上帝 所以我們還是會以這個廟方的 最高神奇為主 那就會抓五爪跟四爪 還有三爪 要象徵龍跟莽龍跟莽的一個演化 都有 這都是我們給它一個具象的表徵 古早人說不遺五爪米積藥 看那兩個 今天有到七千斤的米完藥 抹個十分鐘就開始傳媚皮了 生米不是這項真空虛的工廠 這一次南國要製造的三杯米糧 特別用無工門牌工法來做氣氛 對三條的蚌糧到五條的金糧 這裡全部都有 傳統的米糧用碗來做糧頭 用湯匙來做香 這種傳統的工法 在這裡可以看到古早人的地匯以外 也有一個宗教技術的米糧 也到現在流行的宗地儀術 有異曲同工之妙 它真的是可以靠這些民生必需品 就可以完成了 對 但是用碗它有什麼特別的意思嗎 傳統結構裡面 其實就是老先人的智慧 但是藉由我們的手法之後 讓這隻龍更活靈活現 我們把牠的嘴 鼻子 還有牠的鼻樑 眼眉 全部把它形成出來 傳統裡面認為說這個東西 是有九竅的一個概念 讓這隻龍賦予生命力 什麼是九竅 九竅 人有九竅 那本命有三魂跟七魄 那你的翹就是我們的兩個眼睛 鼻子 嘴巴 左耳 右耳 然後收起氣到七翹身邊 那就是這七孔嘛 但是為什麼是九 九竅呢 就是我們的下體的部分 就有兩個翹 哦 懂 只要是那個身體的孔 都算你翹 對 對 對 那還有一個祕密是藏在這個裡面 把米龍的這個生命力 對 立佈的概念 我們把它入到這個龍心的中間 所以把那個聖天八卦 跟這個五卦 跟一些祕密 招數 是 把它放進這個裡面 給它注入靈魂 對 對 而且看到這個整個龍頭 讓我想到 名以實為天 龍也在天上飛 是 都有體系相關 可是它其實 這個是老虎人的一個先賢智慧 在那一般安龍送好的衣服 很頻繁要經典 人家長想要把這個米龍的工藝 讓越來越多人了解 他也願意接受新的條件 在那年代 甚至有人請他 用一萬三千斤的筆 來製作米龍 甚至含哥鄉上新的美食館 未有贏 開墓的時候 也請阿南道長到現場 涼米龍來動作開墓的作品 但是你看這裡說 六千斤的米 你說儀式結束就收掉 這麼多米要怎樣 以前我就說的 我們只有一個草丁看而已 六丁六丁的樹風而已 因為以前要得到這個草叙跟米 你看一道 以前要養整個人 以前的米其實 不是我們現在隨手可得的 是拿來生活生存用的 真的 那基本上在道長與這個主家 或者是廟方行事的過程當中 他基本上會有一個內密 所謂的內密就是 他不能對我公開的 不能對我公開的是 他以前這個米 其實我們如果在儀式祭典結束 多半都是老道長們帶回家 那這樣子 現在這樣這麼多的話 現在不可能了 基本上的話 我們都會用認購的部分 或者是因為米龍 對 老傳統有一個公塊跟稀塊 就是吃這個龍肉 基本上對我們人是很好 龍肉就是你 生生久世 對 也就是說用幻餅 或者是酬餅的儀式 來把這樣子的神聖的東西 叩卸我們的兵將 來扶持我們這個小孩子的平安 所以說道長這個算是 子誠復業這樣選擇一下 對 其實小時候 為了我們家的信仰 我還滿意點 有滿自卑的